都跟你说了 不恶利心真不适合养不恩山 不恩山这种狗真的不能多看 看完了你回家就得在床上打滚 恨不得马上就养一只 虽然和雪翘三傻一样 属于高山犬 非常耐寒 但到了温暖的家里 二哈会选择拆家 而不恩山会选择卖萌 好像从小就是吃可爱长大的 不仅小的时候很可爱 长大了更是可爱到报表 作为为数不多 不爱拆家的大型犬 不恩山的性格呢是真温柔啊 一百多斤的大体格子 上亲老人小孩 下亲同类小动物 咱说鸡毛出门都爱欺负欺负小狗 而不恩山出门是真不打架 所以要论暖的程度 不恩山要是早来两年 根本没有什么暖男鸡毛的事 但等你养了就知道 这狗是伤钱又伤身呢 如果想要一只瑞士本土的 纯血统不恩山 价格大概都在一两个W起步 而且作为大型犬 不恩山不是在吃狗粮 就是在晚边等你喂它吃狗粮 所以养不恩山的 都说它变化快 那都是一顿一顿喂出来的 算上平时的美容营养品 一个月花个三四千左右 倒是正常的 而且不恩山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寿命短 因为基因酷小 血雨病等一系列的基因遗传病 在不恩山身上非常高发 而且像癌症这种恶性肿瘤的发病率 也比其他的狗高上好几倍 三年小狗 三年好狗 三年老狗 算是对不恩山平均寿命 八到十年的一个诠释 养了它 到最后总有一种中年丧子的感觉 这也许就是不恩山太优秀的代价 所以养狗要慎重 养不恩山更得慎重